心灵法门 别人的本事你学到了就是你的 别人拿不去 但是你通过别人去解决问题 就算这个事情解决了 很快也不是你的了 师父还说 因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 菩萨说 无常就是没有长久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17岁中学生 前天2022年10月8日 我去考Ondang 考驾照第一关 当天中午 我临时再打开 KeepTest软件来刷题 我也就刷了几天题 一直不及格 所以很担心 结果我去考Ondang时 题目和我中午刷到的题一样 考Ondang期间 我全程都在念大悲咒 结果不出我所料 我刚刚好 对42题及格 那个时候 我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 对众生的爱 真的无处不在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佛子天地游记》中 记载了电眼地狱 惩戒在世 用眼睛犯淫欲的男女 我受情色电影影响 经常控制不住 自己想要看 这些肮脏下流的东西 学佛以来 得到佛力加持有所改变 次数在慢慢减少 直到觉得十分恶心 或者看着看着就不想看了 都是自己中毒太深 不能完全戒淫 其实 这些事情十分容易 惹灵性中邪 被心魔控制 对于这些 我尝试念 《理佛大颤伟文》 《烧小房子》 《放生》等等 最让我有殊胜感觉的是 念心经 念诵时 好像温暖的阳光 穿透阴霾 直射心底 仿佛整个人 在柔软的云丛上 特别轻松 最近的一次报应 是遇到恶灵上身 我自己感觉 是被地狱惩罚了 醒来以后 好像眼睛到整个头部 都像是被电击过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 不管如何犯邪淫 绝对是下地狱的罪过 我也许愿了图片法布诗 暂时完成了一千章 每次制作都以白话佛法 为内容 虽然只是在电脑上认真阅读 没有大声朗读出来 可我依然感觉 受到的精神创伤被治疗 比起在电脑上 做与学佛无关的工作 图片法布师 更加能给我能量和信心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马同修 在2012年 我16岁节爆发 突然间我读不尽书 害怕见人 晚上睡不着 因为读不尽书 我高一年底考试不及格 留级一年 到第二年年底考试来临 我还是读不尽书 如果我再不及格 按照校规必须退学 我不知所措 我妈妈就叫我求菩萨 我就和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能够考试及格 我会学心灵法门 神奇的是 考试期间 我脑子突然很清晰 读得尽书 一星期内 就把整年课程读完 结果年底考试及格了 升上高二 就这样 我开始学心灵法门 那一段脑子清晰的日子并不长 考完试后 我的脑子又变回糊涂 但至少 我每晚睡得着觉了 我因为脑子不好 学不会心灵法门的基本道理 我每天只念妈妈教我的 七遍大悲咒 七遍心经 三遍礼佛大忏悔文 我没有念小房子 因为我的杂念不断 无法集中精神念经 我以为这样念小房子属于乱念 会下地狱 所以不敢念 事实不是这样的 杂念多更需要念 从2014年到2018年 都是我妈妈念小房子给我 所以我没有大改善 自己的业障还需自己还 到了2018年 我看这么久都没有彻底康复 我才开始自己念小房子 我看师傅开市 我的症状好像跟自闭症有关 通常要800张小房子以上 所以我许愿念1000张小房子 一年念完 第一个月我念得很努力 每天三至五张 我也慢慢感觉到效果 可是到了春节的时候 我就懈怠看电视剧 估计要经者很急 看我不好好还愿 一星期后我情况急转直下 脑子控制不住浮出不好意念 自言自语 念经速度很慢 吃力 时常做噩梦 浑身无力 功课每天都勉强完成 念小房子非常吃力 后来 师傅在综述节目 2019年6月11日 给我看图腾说 我身上有三个药经者 我很后悔 没有好好念经 还愿 弄到我这样的田地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我念经速度有改善 一天最多念两张 但还是很慢 我只能尽力学师傅教的道理 自己做得到的就做 希望我以后会好起来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帮助刚到他国工作的侄女 拿到批准工作证的文件 由于到另一个国家打工 需要住屋许可证明 所住的房子 必须符合相关部门的条例 在现在居住的屋子 无法完全符合要求 许愿如下 一 每天大悲咒七遍 千经七遍 二 每七天为侄女 捎送三张小房子 三 转部分工得宵夜 四 拿到后 现身说法 另外 每天为侄女 念诵一遍 礼佛大畅为文 感恩菩萨慈悲 在今天 10月3日 拿到批准的文件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自卑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父翁 他有三个儿子 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 这个父翁 决定把自己的财产 全部留给 三个儿子当中的 一个 可是到底把财产 留给 哪一个儿子呢 父翁于是 想出了 一个方法 他要三个儿子 都花 一个月的时间 去周游 这个世界 回来之后 看谁做了 一个 最高尚的事情 他的财产 就归他 继承 一个月时间 很快过去 三个儿子 周游了世界 回到家中 父翁把他们叫过来 来 你们三个人 都讲一讲 自己 这个最高尚的 一件经历吧 大儿子 非常得意地说 父亲 我在游历世界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他十分地信任我 把一袋金子 交给我保管 可是那个人 却意外地过世 我就把那袋金币 原封不动地 交给了他的家人 二儿子自信地说 当我履行到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时 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 不幸掉到了湖里了 我立刻跳下马 从河里把他救了起来 并留给了他一笔钱 父亲听完大儿子和二儿子说完 冲着第三个儿子说 孩子 你呢 这个三儿子犹豫地说 我 父亲 我没有遇到两个哥哥 碰到的那些事情 在我旅行的时候 我只是遇到了一个人 他很想得到我的钱贷 整天想弄我的钱 一路上想方设法地害我 我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上 可是有一天 我经过了悬崖边 我看到那个人 正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下睡觉 可能他太累了 当时我只要走过去 轻轻地抬一抬脚 就可以轻松地 把他踢到悬崖下 我想了一想 觉得不能这么做 正打算走 又担心他一翻身掉到悬崖 我就叫醒了他 然后继续赶路了 父亲 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有意义的经历 福翁听完了三个儿子的话 点点头说道 大儿子诚实 而儿子健义勇为 都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品质 称不上什么是高尚 而有机会报仇 却放弃 反而去帮助自己的仇人 脱离危险的宽容之心 那才是最高尚的 我的全部财产都给老三了 人生的最高境界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有机会去报仇而放弃 反而帮助你自己的仇人 脱离危险的事情并不多 因为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 真正的宽容和慈悲 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学佛的开始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行若要根基劳 五戒十善先做到 人天福报是隐桥 有求所得不可靠 真心修为真得到 功德宝塔 自己造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